炭腰 其實就是把胸部皮膚下面會有脂肪 脂肪下面會有乳腺組織 就是把大部分的乳腺組織給移除掉 所以 常常來諮詢的客人 我一定會跟他們講說 這個手術它最大的後遺症或是病發症 就是以後就是不能補乳了 這是一個不可逆的手術 所以如果要做就是務必要先想清楚 但是其實它也不是說單純把你的乳腺都給移除掉 它其實比較重要的是一個胸部塑形的手術 所以我們希望做就是要做得好看 所以有時候會適當的保留一些脂肪 或者是那個乳腺組織 去達到一個比較好看的胸型 而不是一昧的把全部的脂肪或是乳腺組織全部都移除掉 那這樣的後果有可能會造成凹陷 或者是胸部凹凸不平的情況 所以比較重要的概念就是 是一個塑形 我們做就是要希望你的胸部看起來比較Man 比較好看 然後比較均勻 不會有些凹凸不平 或者是皮皺褶這些問題產生 到底在哪裡 每次都可以做的 但是我們做的 有些東西